文章洞穴影视行业的不断发展 国内涌现出了大批的商业电影导演 能坚守在艺术电影阵容的导演更是越来越少 因为艺术电影往往都是叫好不叫做 没有高票房的保障 而还愿意拍摄艺术电影的导演 是不是就剩下他们四位导演了呢 然而他绝对还是第一位 宁浩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新秀导演 宁浩指导的作品 向来都没有让观众失望 齐拍摄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是经典 然而叫好不叫做 那便是自然的 疯狂的石头 无人区等人作品都很不错 或许是宁浩本身对电影持有崇敬的态度 就连监制的作品都很优秀 比如《我不是药神》 第二位 贾张科 说起贾张科或许会直接联想到即将任意的电影《江湖儿女》 因为封小刚的戏份被删除 成为了焦点话题 然而贾张科导演其实也是一个对电影极其严谨的人 如以前指导的作品《三峡好人 世界》 无用等皆是狠错的作品 现在就是看《江湖儿女》上映之后 是否有脱水的现象 第三位 管虎 对于管虎导演相对来说 很多人都是熟悉的 因为管虎与黄博合作了大量的电影 并让黄博获得了大量的荣誉 其中电影《杀生》都有等级被上成艺术作品 或许唯一让人吐槽的就是近年拍摄的《老炮儿》用了小鲜肉 以及电影出自戏的痞子不是很亮眼 第四 韩杰 说起韩杰导演这个名字 或许多数人都不知道 但是说起韩杰的作品 大家定会恍然大悟 其中 王宝强的巅峰作品《黑楼树先生》 就是出自韩杰之手 说《黑楼树先生》是上成作品 一点都不过分 毕竟里面很深刻的刻画了社会阶级之间的人与世 韩杰导演一共只拍了四部作品 第一部作品是《赖小子》 该片能上映真实修改了无数次 毕竟这部片子描述的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对人造成的影响 深刻的刻画了人性这两个字 第二部则是《黑楼树先生》 也是差点没有过审的作品 其中还有两部是2016年制作的 直到现在都在修改 说韩杰导演一直坚守在艺术电影的位置 一点都不过分 几乎韩杰拍摄的作品 其描述的剧情话题就是敏感的